一顆顆飽滿金黃的甜飾 展示沉列在桌上 泰飯叫賣吸引買氣 遊客挑選裝箱 每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 為甜飾產季 新竹五峰箱公所223號 在五峰清泉風景區 舉辦五峰箱甜飾節系列活動 這次特別結合超馬馬拉松賽事 吸引機1600位民眾參加 五峰箱箱那個甜 主要是要來買跑步買柿子 蠻多人的 我們的銷售也不錯 今天是人 好像是有那個超馬這樣子的 可能是人不要多 除了馬拉松運動外 現場還有獵人學校體驗 及釋然手繪帶活動 五峰箱公所農業課課長說 今年年初雖然有寒害 又經歷九月風災 但鄉內只有少數果源受影響 在國農細心栽培下 今年共產出約50萬公斤的產量 雲往年差不多 算是盛產狀況 五峰箱特別受到上天的眷顧 那我們的這個在甜飾產量上面 還算是盛產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搭配的這個路跑 就是更加提升了我們的這個人 參加活動的人次 五峰箱公所預估將會有兩千五百人次參與 而錯過的民眾仍然可以把握下週六日 二九三十號的田市捷促展示會 記得先來巴扎克新竹五峰採訪報導